晚上七点多 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走进电梯一拍轻松 还不断对着镜子拨弄头发 他就是万华枪击案的祖贤邱国龙 开枪行修前 他手上还拿个东西边走边吃 行为举止看起来没有异状 没想到走出电梯门11分钟后 他再次出现却已经开枪打伤 绰号阿迪亚的脚头洪青镇 还有松山冰洪文斌 听说过这一栋大楼的人 出入的比较复杂吗 不晓得 不净 不会 闹趣大概就这样 谈到这栋大楼 周边商家三间其口 因为这里龙蛇杂楚 原来万国帮跟河沟头帮 都是台北万华在地角头 因为两方堂口就在同一栋大楼 经常为了抢地盘 以及金钱纠纷冲突不断 今年5月河沟头帮的大头兵 因为跟邱国龙的小弟爆发 口角冲突 邱国龙不满小弟被欺负 因此就叫人到大头兵的 这处桥牌社开枪示威 过去万国帮曾经发生过内讧 其因是一件毒品案被抄 当时邱国龙逐渐退出绑派运作 就被怀疑是内鬼 因此拒绝帮忙阿国排解枪纠纷 但身为万国帮大哥的他 咽不下这口气 觉得遭到背叛 才会心生不满 新仇加上旧恨 让邱国龙痛下杀手 一场震惊社会的重大枪击案 掀起黑社会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 新新闻王中学阿公 亚麦参谱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